港鐵九龍塘站一個男人進入東鐵線路軌 旺角東和大圍站服務一度受阻 消防員進入東鐵線路軌清理 警員封鎖現場調查 期間來往旺角東和大圍的列車服務暫停 金鐘出發的列車只能去到旺角東 前往羅湖列車由大圍開出要15分鐘的班車 服務受阻大約1小時 等消防和港鐵職員清理路軌後 列車服務逐步回復正常